來到壇宗市殯儀館廣場停車格 後方三隻摸字形柵欄 就有兩隻被撞到歪腰 其中一隻更慘 已經傾斜45度角 設計應該是可以插下去的 但是它沒有 它是直接 兵我們所說的鋼鐵下去 它直接耍螺絲 有議員蕩選人 因為到殯儀館上廂停車時 不慎輕微碰撞 殯儀館請廠商報價維修 竟然一隻就要一萬五千元 讓他直呼這是在敲詐嗎 現場實際詢問不只議員 當選人撞到過 就連常跑殯儀館的業者 也發生過 民眾表示原本只是放置交通追 後來改用柵欄 因為倒車雷達較難感應到 才會有民眾不小心碰撞 高度不夠 讓人看不清楚 太低啊 不明顯 因為有些這邊藏著車在出入 注意啊 多注意就好 對此市府民政局解釋 停車區域原本是有黃色塑膠車檔 作為人車分流使用 但經常被業者擅自拆除毀損 才會改用白鐵柵欄 並且用鋼板螺絲固定 警察身管處並未向江里長提出報價 江里長可自行故宮修復 不必找原廠商失作 針對一萬五千元維修費用 民政局說價格是廠商報價 並非生命管理處要求 民眾有疑慮也能自行請廠商維修 避免費用浮報 也提醒民眾柵欄設置 就是為了行人安全 民眾開車前往殯儀館 自己也要小心留意 地獄新聞陳淑賢張子民 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